飛彈一斤量產 而且能打到大陸北京 此話一出 國台辦氣炸了 大麻尤錫坤 天欲其王 必令其狂 藍軍也質疑 以尤錫坤的身份 講出這種話 根本是挑釁 蔡政府上任後 讓兩岸關係冰凍 沒想到立法院長尤錫坤 還脫口而出這段話 被台灣列為超高機密的 尤錫坤卻聲稱 能打到北京 還已經量產 專家分析雲峰飛彈 關鍵掌握在美國手中 因為雲峰飛彈靠GPS引導 台灣卻只依賴美國衛星 一旦美國關閉GPS 雲峰飛彈就無法發射 由政治人物來脫口 就是說這個量 其實有點不同 因為我們的缺陷 他必須提防說 萬一戰時 美國為了降低 這個局勢成高 把這個級別關掉了 一旦只要沒有裝上核子彈頭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炮彈 你家裡只有一把槍的時候 你強調說你可以用一把槍打對方 但是對方有幾十支槍的時候 你講這個話 基本上是威脅不了人家 敏感時刻大官卻脫口撤出飛帶 國台辦聽了超火大回槍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游錫坤這類台獨頑固分子的狂言抑語 再次暴露他們喪心命狂的本質 如果膽敢一軟即時 必將加速滅 游錫坤也改口說 我沒有那樣講 但是身為前隔魁 現在又是立法院長 藍軍轟脫口而出這種話 很不巧道 就是挑釁嘛 貴委國會議長這麼敏感的事情 怎麼可以講呢 怎麼會這樣子的一個沒有sense 但是這種IQ太低了 當執政者口口聲聲說要和平 卻又稱飛彈打得到北京 藍軍批評不懂少講話 否則害的還是百姓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